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,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禅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古代社会一直遵循着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规律,但是随着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,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,而且夜生活也是越来越丰富。 无论是为了事业拼搏努力,加班加点,还是娱乐休闲,尽情享乐,大家可谓是睡得越来越晚。 而因为睡眠不足,导致了白天学习工作打瞌睡提不起精神,或者有的人直接把正常的工作时间调到了晚上至深夜,选择早上十点甚至下午才正式上班, 殊不知,这样混乱的作息,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的身心健康,如果还不引起重视,后果会十分严重。 一,聪明的人都懂得好好睡觉。 约翰,洛克菲勒创造了两项惊人的记录,他赚到了当时全世界为数最多的财富,也活到98岁。 他如何做到这两点的呢?最主要的原因是,他家里的人都很长寿,遗传基因好。 另一个原因是,他每天中午在办公室里都会睡半个小时午觉,他会躺在办公室的大沙发上,哪怕是美国总统打来的电话,他都不接。 棒球名将康尼,迈克说,每次出载之前,如果我不睡一个午觉的话,到第五局就会觉得筋疲力尽了。 如果睡午觉的话,哪怕只睡五分钟也能赛完全场,一点也不感到疲劳。 郑渊杰坚持三十年如一日,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写作,如无要事,九点前一定上床好好睡觉。 慢思考,一书也提醒我们,聪明的人,都懂得好好睡觉。 安睡卧床不仅对身体和心灵都极有好处,对视觉、听觉和脉系神经也极有注意。 人在这个时候,身体最为舒适,心思最为集中,头脑最为冷静,感觉最为敏锐和纯粹。 所以,好的音乐需卧床而听之,好的皮肤需卧床而养之,好的灵感需卧床而得之。 威廉·詹姆斯说过,脚踏车的链子,如若崩得太紧,既有碍于转动的顺利,人类的心力也正相同。 好好睡觉,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,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。 2007年6月23日,著名表演艺术家,一代相声大师侯耀文, 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抢救无效去世,享年59岁。 主治医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侯耀文身体一直很好,此次心脏病突发,是由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所引起的。 还有其他一些艺人也有同样的遭遇,如陈以飞、马记、富彪、赵立荣、古悦。 因此,我们要随时懂得放松自己,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紧张状态。 一个人如果闲绷紧得太久,要么会失去弹性,没有了力量,要么会断裂,失去了健康,甚至失去生命。 丹尼尔在《为什么要疲倦》,一书中说,休息并不是绝对什么事都不做,休息就是修补。 在短短的一点休息时间里,就能有很强的修补效果,即使只打五分钟的瞌睡,也有助于防止疲劳。 在瑞士,休息是最重要的权利,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这句话,几乎被所有瑞士人当成座右鸣, 瑞士人下班后一般回家,吃饭看书看电视,然后一觉到天亮。 但是周末则一定要出门散步或锻炼,他们通常不顾手头的工作进展,该休假就休假, 就算老板多给加班费也不干,天大的事情都得等度完假回来再办。 聪明的人都懂得好好睡觉,休息好才能有好的身体, 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,才能活出更精彩的人生。 二,为什么会在凌晨三四点醒来? 一,血液循环不畅,对于老年人而言,由于受到了生理机能影响, 所以他们睡眠时间比较短,觉也比较轻, 所以在凌晨三四点钟醒过来不足为奇。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,如果总是在这个时间段自然醒, 那么就可能和气血不足,诱发的血液循环补偿有很大关系。 正常情况下,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, 一觉睡到大天亮才是正常现象。 如果经常在后半夜醒过来,最好去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, 看一下究竟是身体的哪些器官出现了问题, 然后在医生间一下对症治疗,才能够摆脱这种经常凌晨醒来的困扰。 二,心脏工学不足。 一般来说,如果身体十分疲劳,在入睡一段时间之后,就会进入深度睡眠。 这种前提下,一般都不会轻易醒过来。 除非是因为心机缺血,进而导致大脑工学不足, 才会导致大脑皮层过度兴奋, 进而让一个熟睡的人突然醒过来。 当然,肝火过旺的人,也容易在凌晨时分醒过来。 原因就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 三,凌晨三四点醒来怎么办? 一,不要慌张,放松情绪。 经常凌晨三四点钟醒来,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。 但是醒来后,一定要先平稳自己的情绪, 千万不能过于慌张或焦虑, 因为过度紧张的情绪很容易让困意全无。 应该提醒自己深呼吸几次, 然后稳定一下自己的心态, 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入睡, 而是在心情放松之后自然入睡, 才能逐渐缓解这种不健康的睡眠问题。 还有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, 千万不要过度兴奋或悲伤, 更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。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的事情, 都不能在临入睡前反复思考, 否则就很容易影响睡眠质量, 严重的甚至还会迟迟无法入睡, 即使好不容易入睡了也会在凌晨醒过来。 二,补气补血,调理身体。 如果凌晨三四点钟醒过来和身体上的疾病有关系, 那么就应该先将疾病治愈, 这样才能摆脱后半夜总醒过来的问题。 从中医角度来讲, 一个气蓄缺血的人就很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不佳, 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而言, 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就很容易出现睡眠问题。 所以要想睡一个安稳觉, 就应该先补血补气,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补血氧气的食物, 比如多吃大枣、鹅椒、蜂蜜。 不仅可以缓解气血不足的问题, 而且还有一定的美容养颜功效。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受到非常不错的效果。 不过问题比较严重的患者建议及时就医治疗才能痊愈。 上面介绍了凌晨三四点总醒的原因和解决方法。 对于睡眠质量不佳的人群而言, 能够睡一个呼伦觉简直就是奢望。 而且如果长期陷入失眠的困扰中, 还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危害。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之后, 千万不要拖延, 及时解决才能安然入睡。 睡觉看似简单, 但其实人体就犹如一台机器一般, 虽说生命在于运动。 但是我们也必须劳已结合, 如果太劳累, 势必会影响到身体机能的正常恢复, 导致免疫力下降, 而产生多种疾病。 睡觉就是恢复我们所消耗的能量, 养足精气神才能日复一日地投入到新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。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运势。 换句话说, 你几点钟睡觉, 命运的走向就会如何,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 人体最好的一生不是别人, 而是自己, 是自身附带的抵御疾病的免疫力。 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, 自己的身体就像绝了低的河流, 以发而不可收拾, 多种疾病困扰就会接踵而至。 而要维护这道坚固的长城, 我们就必须吃好, 睡好, 心情好, 这样才有助于形成一个健康的环境。 睡眠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, 不仅要提升睡眠质量, 适度延长睡眠时间, 更重要的是, 在符合自然规律的时间点上, 正确的入睡和起床, 形成正确的坐席规律。 一旦错过了正确的时间点, 想要在其他时间段补觉回来, 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。 我们常常提到自律一词, 而最根本也是最顶级的自律, 无非就是早睡早起这四个字。 国学大师南淮锦先生曾说, 能控制早晨的人, 方能控制人生。 自古以来, 凡是有大成的人, 一定是勤奋努力精进, 并遵循自然规律而为的。 如果连最基本的早睡早起都做不到, 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保证不了, 那么还谈何自律, 谈何做事业, 修发展呢? 早睡就能保证身体能量的修复, 早起就足以超越任何还在沉睡中的人们, 把什么事情都提前做好了, 才能真正地做到胸有成主, 有备无患, 轻松自在地面对一切。 好好回想一下自己, 有多久没有早睡早起了呢? 如果你没有做到, 那么就从今天开始吧。 相信只要你坚持一段时间, 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惊喜, 不断地向你涌来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喜欢佛禅频道,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,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